汉世衰微 诸侯风起云涌 在汉末时期 各方诸侯自立门户 分风而至 都期望自己是那个最终一统江山的王者 纵观风云 众多的诸侯有的雄心勃勃谋求一统 有的割据一方以求自保 但不约而同的都坐拥着强大的军事实力 今天就让我们看看那个年代 有哪些诸侯是最被看好能够一统江山之雄霸 袁绍 他的北方一国来得真心不容易 在袁绍从洛阳逃出前往冀州之时 这北方四周分属于公孙赞 刘渝 韩复 孔荣等诸侯 同时还有张燕等黄金与党作乱 而袁绍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诸侯 但此时的袁绍展现了他强大的运筹帷幄能力 先是祭夺韩复的冀州 再是趁公孙赞 刘渝相争之时 一举北定幽州 再通过联姻等手段笼络大堆士族为他所拥 从此北方一国随之而定 而拥有了北方四周的袁绍 也成为了当时最强大的诸侯之一 与拥具关中的董卓不分上下 而与其他的诸侯相比 此时袁绍可谓是最具有争霸实力的群雄 袁绍和袁绍一样为三公之后的袁绍 其是一直自认为敌初 所以一直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袁氏继承人 他与袁绍的北方一国不同 他反而在豫州和扬州一带创出了一番天地 在脱离关东联盟之后 袁绍从孙坚手中获得了玉玺 从此有了自立之心 但其北有曹操 西距刘表 东面还动荡中的徐州 一直尝试扩张势力的袁绍 在徐州战场多次杀鱼而归 此时的袁绍虽然不如袁绍拥有巨大优势 但坐拥淮扬之地 江东的孙策与其还有陈属关系 以及最重要 他是袁绍的兄弟 史之也是当时极具霸相的诸侯 而他却选择在最不恰当的时机 选堵称帝 从而被当时重视大夫群体 以及众诸侯所抛弃 孙策也选择与之决裂 最终为袁绍曹操所败 董卓坐拥观中的董卓 其实已然是整个诸侯中最合法的一名 但因其野心勃勃 而且其边关出生 也注定了他与中原氏族豪族的势不两立 因此在他执掌大权之后 众多豪族名士 选择投靠他人 同时广大老百姓其的极度痛恨 不得民心使其 无法在关中以外扩张势力 因此董卓虽拥有西凉精兵数万 但却始终无法在关东站稳脚跟 最核心的就是 其关外出生地位比一 同时与中原氏族们的价值 观差异太大 董卓在当时相比起袁绍 袁绍来说 最缺的就是民心曹操 从小小配线走出的曹操 在当时关东诸侯之中 只算是一路小诸侯 出生寒门的曹操 从小就善于结交好友 因此当他起兵之后 报信等多路军阀 都选择了支持曹操 而在当时 曹操在众多诸侯中 是并不具有称霸实力的 但曹操相比袁绍的清高 选择了不具一格将人才 从而奠定了曹魏霸业的基础 而其作用的大量人才 也帮助骑邪天子以令不臣 最终一同北方 成为汉末三国的一股最强大势力 孙坚 孙破鲁在法董期间 展现出了一名将领 所能展现的一切 可谓是关东联军中 最具战斗力的代表 他与曹操是整个联盟中 出战域最强 战功也最胜的两部 而当关东联军解散之后 孙坚驻军阳城 也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 但可惜在南下江下之时 被刘表部将皇祖用计剑杀 从此孙坚势力从属于袁术 而在多年之后 其子孙策以军突起 从袁术处戒兵南征 数年之内成为江东霸主 也算是得偿其父所愿了 刘表 在我们印象中的刘表 是指之困境固守荆州的拥主 但我们要知道 刘表是单其进荆州 短短时间内便坐稳荆州之主 刘表是汉墨四个最有影响力的宗室之一 这四人分别为刘虞 刘烟 刘表 刘宠 但刘表始终没有 对北上有着明显的欲望 其宝敬固守的心态一览无遗 这与单其进荆州时的果断 坚决有着显著的区别 这一点是让人疑问的 刘烟第一个发现诸侯割据的机会 也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诸侯 他第一时间远离的战争核心的中原地区 在西蜀地区经营着自己的基业 或许他希望成为第二个刘邦 在天下大便北伐中原 可惜最后命不够长 同时旗子刘彰相比刘烟略显暗弱 只求自保了 有人会问为什么没有刘备 说实话 直到208年的赤壁大火之前 刘备一直都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诸侯 前期的刘备势力一直依附于其他势力而存在 直到赤壁之后夺得半壁荆州 才算有了自己的基业 从此渔入大海方成龙 还有人问马腾寒碎之流 作为在西凉一方的诸侯 其习性更近于枪湖 其更善于劫略 要说他们会一统中原 怕是他们连这个心都没有 至于孔荣陶谦等人 在这个乱世只求能自保而已